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性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事情 性与老年人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和谐的性生活对于人们的作用非常大的 健康和谐的性生活能够更好地促进老年人的身心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欢愉 而且还能促进家庭的和谐 但是有报道表示 有些老人在性行为时发生了意外 原来人的阳寿长短和性生活 竟然有这样的因果关系 赶紧一起看看吧 性生活本就是一项强度比较大的全身运动 对于身体较好的年轻人来说 短时间内很容易平复 但对中老年或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 强度过大的性生活就很容易诱发性处死 医学上解释 在性交过程中或结束后 由于过度兴奋导致的心脏骤停或脑溢血 从而导致了昏迷甚至死亡 中医也称之为脱症 民间俗称马上风大泄身 曾有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医说过 40岁左右是发生性交处死的高危人群 其次是50岁 30岁 20岁 60岁 而且发生处死的多半是男性 而造成这一切的也是有着原因的 其一 体力耗费更多 在夫妻生活这件事上 通常男性耗费的体力比女性要多 其二 男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人群 尤其是45到65岁男性 和身体健康的中年女性相比 身体欠佳的中年男性 更容易被性处死找上门 其三 精神压力大 若是夫妻关系带来的压力 建议和另一半进行良性的沟通 心意相通后的性生活更显温馨 切记千万不可因为心理压力 而去寻求所谓的刺激的性生活 小心这个刺激会要命 其四 夫妻年龄悬殊 据统计 性处死更容易发生在 年龄相差悬殊的夫妻身上 悬殊的年龄代表着 两个人身体机能的差距 双方的性要求也难达一致 年长的一方 如果竭尽全力地配合另一方 很容易在极端情况下出现猝死 二 房事中的这些行为要不得 假如你的身体很健康 没有上述的问题 但也不意味着就能随心所欲 下面这几种行为 最好也不要出现在性生活中 一 不良嗜好后的性行为 其实性生活时 人体本就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 再加上酒精的刺激 血液循环速度更快 血压持续升高 更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并发导致猝死 二 特殊姿势 人体脖子外侧中段 有个地方叫做颈动脉痘 它有调节人体血压心律的功能 如果用力挤压 或者亲吻 可能会诱发心脏反射性 心律减慢 严重 可引起死亡 这种情况虽说少见 但也要注意 避免对我们脆弱的脖子 进行太用力的动作 三 滥用药物 因为年纪的增长 性能力方面多多少少会受些影响 如果此时通过吃些所谓的壮阳药 强行提升性欲望 很容易应过度兴奋诱发心源性处死 在使用药物方面 建议咨询正规医院医生之后 根据医主酌情使用 三 性生活有什么好处 人本能的欲望 并不会随着机能的衰老而退去 无论是金赛性学报告 还是人类性行为 海地性学报告等 所有的性医学著作 都肯定了老年人的性需求和性能力 绝大部分老年人的性生活 可以持续到70岁以上 其中有将近一半的人 可以保持到80岁左右 在某种程度上 老年人有性生活 是有利于健康的 一 缓解心理压力 老年人心理学研究认为 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人 预防抑郁症 及一些心理疾病 增强自尊心 自信心 缓解多种心理压力 二 延缓衰老 骨质疏松是老年常见的疾病 很容易出现 公腰驼背 很显老 也很容易骨折 而适当的性生活 可以维持 搞酮下降的速度 增加骨质密度 增强整体活力 提升肌肉强度 从而延缓衰老 和谐的性生活可以增进夫妻感情 自然也就有助于家庭和睦 4. 中老年人的房事指南 《严性养命路》曾记载 房中之事可以延年益寿 也可以杀人 性生活虽有导致处死的可能 但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也缺不了性 如何进行健康安全的性生活 才是需要注意的关键 其次 从佛教来看 或许很多人一直认为 佛教倡导 借除欲望 倾心寡欲 但是不提倡性生活 实际上 佛教对性行为 从来没有做过不道德的规定 佛教只是认为 性欲是众生脱离生死的根本障碍之一 为了脱离苦海 所以要修断性欲 而修行人的行为 只要不违犯戒律 就可以建立得到解脱的基础 当然 我们这里 都是对在家信众说的 因为出家人受戒后有戒体 戒体可以帮助修行人 在欲脑中得到清凉 这其中还有这样一层奥秘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行 但是 为了向更高的层次修行 我们还是要有 修断性欲的愿望 怎么断性欲呢 那就是要按佛说的方法去实修 有很多人以为断性欲就是强行断除的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断性欲是按照佛说的方法 一步步深入去修 慢慢地去除了业力 习气 执着等一系列烦恼因之后 自然淡化消失的 但一定要真正修法才行 如果大家不肯放弃一些习惯和享受 老是受到各种刺激 那有愿望也是没有用的 要断性欲 先要从在家八戒开始修 修得时间长了 性欲就退了 不是说要没有识 它就永远没有了 但你可以轻松地掌握自己 控制一下就消失了 那么开始的时候做不到怎么办呢 请大家记住 不论什么时候 也不论自己能不能做到 断除性欲的根本方法 并不是强行克制 而是要渐渐地改变自己的业力习气 这才是断性欲的根本方式 比如敌人很强大 我们可以小部队小部队地消灭 最后再全部消灭它 如果一开始就大张旗鼓 全副武装去拼搏 那是少有不失败的 所以凡是有志气 修清净繁行的在家众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请您不要对自己的性行为感到负罪 应该通过正常的性生活 让生命力的余节 解散开来 接下来 你要做的就是 不断地促使自己的生活清静 从各方面着手 渐渐地让它越来越清静 并在这个过程中 感受戒行清静的真正快乐 佛说 持戒是快乐的正因 这是事实 凡夫认为持戒是受苦 就是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肯亲自去试试 一旦体验到了清静所带来的身心快乐 他们就要明白 自己的幸运正在不断地退化之中 这时大家可以亲自比较一下 看看自己的性行为是不是越来越少 而且欲望越来越淡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持戒就能成就的 最好能常常学习佛经 因为这既可以开正智慧 又可以消罪及福 要知道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所体验到的种种法乐 其实都是福报的表现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